詞曲 李宗盛 世界在這一刻停了 我被城市的夜色漸漸吞沒 忙碌的背後是什麼 該不是離中了嗎 一個不能讓人暖和多久 一句話卻讓我永遠寂寞 快樂是心碎的前奏 但是我一定為你唱到最後 我沒有錯是你沒把我放開了手 你自由了卻忘了叫我怎麼降落 以後呢我拿走 漆黑的世界只有我 可是我 藏皇是錯 我沒有錯 雖然我心裡冷的發抖 我自由了 卻看不清楚我的以後 我不哭 我不想 我不說 我不躲 愛上你 我沒有錯 我沒有錯 哦 哦 好 好我知道 待會兒見 關島 斯丹說窮姐有事 在公司找我們商量 叫我們去公司 關島 我跟窮姐的合作計劃 已經談清楚了 我想其他人都沒反對 現在就看你了 關島答應吧 兩家公司合併 實力更強 超級大製作 大卡斯 難道你不心動嗎 沒錯 的確是很有吸引力 但是我公開跟記者說過的話 不能不算說 可是 洛川 合作有很多種方式 你想一想 有沒有折中的辦法呢 有 除非你急流勇退 全心全意地退軍幕後 只要你跟我不是一倒一眼 相信對外還說得過去 這種方式我可以接受 你叫我退軍幕後 除了不想跟我一倒一眼之外 還有其他理由嗎 當然有 演員的演藝生命是有限的 以你現在走紅的程度 實在應該見好就收 急流勇退 讓那些隱迷 永遠記得你 懷念你 我認為 你現在退軍幕後是最好的時機 你說得對 這事情我想了很久 可是呢 總下不了決心 好 我接受你們的建議 退出影壇 從此呢 從事一些幕後的工作 太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的計劃 終於可以實現了 來 來 關島 那我們來談一談演員的問題好了 窮姐退軍幕後 那你心目中有沒有理想的女主角人選呢 有啊 周京啊 她有潛力 我對她有信心 對呀 我也同意 那就敲定了 謝謝 耀祖 Give me five 耶 恭喜你了 未來的大明星 我也恭喜你 未來的大哥星 謝謝 那我們就趁熱打鐵 馬上研究一下題材的問題 好啊 在辦公室裡談事 總是硬邦邦的 談藝術 談創作 不合適 我看到我們家去吧 好不好 那你老公會不會 沒事 她人不在 回台北了 來 請進吧 來 請進 窮姐 你們家大龜大 可是真冷啊 那沒事 我去開空調 別開 幹嘛 有瓦子味 原來真是的 我忘了關煤氣 最近不知道怎麼搞的 總是粗心大意 妄東妄西的 差點連累大家 實在對不起啊 窮姐 是不是因為你最近在感情上 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才會弄得精神恍惚啊 窮姐 今天是來談拍戲 談題材 不應該談私人感情呢 對不起 謝謝關道 雖然只是虛驚一場 但真的好危險呢 對啊 要不是關道鼻子靈 反應快 及時制止你 否則 暖心按鈕一按 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窮姐 以後這方面的事情 你真的要特別小心呢 不錯 對啦 林老少爺 余天君沒有 還沒就再打呀 打過很多次了 他手機都沒開呀 搞什麼東西嘛 電話也不來 手機也不開 他搞什麼鬼呀 我想啊 他一定是籌不到錢 所以沒有辦法向我們交代 就跑掉了 那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必要 再等他的消息了 那當然了 又不是沒有其他的合作對象 誰有錢 我們就跟誰合作嘛 對對對 我立刻打電話給蕭喬 好 麻煩蕭蕭 蕭蕭啊 我是李季宏啊 對對對 不是啦 有關我們合作的案子嘛 對 那個錢什麼時候會到啊 對不起啊 今天真的不行 明天吧 好 好 再見 對不起啊 來 我們繼續聊吧 蕭蕭 我跟你說 我真不明白 你為什麼老跟李季宏 這幫人扯在一起啊 蕭姐 關島說得對 李季宏這個傢伙 你還是少碰為妙 我知道 我心裡一直在提防著他 蕭姐 是我多嘴說一句 你不要跟這種人打交道就好了嘛 根本不要什麼防不防的 多簡單啊 你何必要自找麻煩呢 其實我也不是刻意要跟他打交道 只是 只是什麼 蕭姐 他剛剛找你幹嘛 還合作做生意的事 跟這種人 你們合作做什麼生意啊 房地產的生意啊 得了你 老板房你不好好的幹 跟這些大塊削暴力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俗氣啊 關島 賺錢呢 其實沒有什麼不對的 關鍵是在於 可不可靠 合不合法 不是我主動找他 這生意是天君開始的 不只是插手而已啊 是他開始的 也是他叫你接手的 不是 我是發覺天君不可靠 所以呢 我就用公司的名義來投資 我對他就是不相信啊 那你是覺得李季宏可靠咯 我對他這個人 從頭到尾都沒相信過 但是合約總應該信得過啊 你看過合約了嗎 合約我看過了 我覺得 對我們公司的發展 有利潤 只要一轉手 就能夠賺兩倍的利潤 不用說 肯定是不合法的 窮姐 這麼容易就賺到錢 你不覺得很可疑嗎 到底是什麼樣的生意 存在些什麼問題 你能不能具體的說清楚一點 哦 是這樣的 有一個房地產商 曾經向政府買下一大片地 而且蓋了規模很大的別墅區 當時呢 他跟政府簽訂的條約 規定是 只能分割出售 不能轉讓產權 但是他資金出了些問題 他急於要現金 所以呢 他就找到了李季宏 低價出售 可是李季宏個人 又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呢 所以他要集合很多的股東 買斷這個別墅區 當然啦 他是在那個空子 但是從法律上講呢 他並沒有轉讓出售權 所以呢 也不算是犯法了 你還說沒犯法 如果有一個買家 把事情說出去 你們怎麼辦啊 如果這是犯法的話 那些股東 怎麼會說得出來呢 他們也不至於 奔到這種地步吧 你就奔到這個地步 你以為這樣就天衣無縫了嗎 你以為找到了漏洞 就一定發財了嗎 別做夢 法律上有漏洞 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良心上的漏洞 我可不能認同 就算你這回真的賺了錢 也是以不合法的手段賺來的 那就不是我們應該賺的錢 關島說得對 你應該聽他的 窮姐 拉倒了 犯不著冒這個險呢 不要怕 我盧耀祖支持你 跟李季宏取消合作 終止關係 算了吧 藥祖 你們這麼多張嘴 我這個女人也不至於這麼笨吧 不時好歹 不聽你們的勸告 就算你們不支持我呢 我也會想辦法來結束 跟李季宏的合作 終止關係 今天雖然聊不出什麼 但是也很開心 我說是金錢才對 要不是關島有個狗逼的 我們早就變成燒豬了 你這小子 吃我豆腐敢說我像狗 就是說嘛 你連關島你也敢欺負啊 關島掐死他 把他掐成肉餅 關島 你不要聽這瘋狂的亂說 其實我是很崇拜你的 你今天已經做了兩次英雄了 一次是發現洛瓦森救了我們 第二次是一正言辭的說服窮姐 當行的你啊活像個大俠儀啊 你這塊木頭平時說話階階巴巴的 真沒想到今天還這麼能音善道 子丹給我機會唱歌我就有信心了 有了信心之後說話也就自然流利了 用什麼稀奇的 得了你少神氣了 子丹 你要不要去窮姐家吃個飯順便看看伯母 改天吧 我跟關島還有事要聊 耀祖 你一個人吃飯呢 還好 你還記得我 這樣吧 周竟也是一個人 你請他去吃大餐 就這樣了 好啊 我好久沒有大吃一頓了 反正還有人付錢 我先謝了 謝你的頭了 我哪有錢請你 耀祖 看不出來你這麼小氣 我不是小氣 我是沒錢 好了 你請他吃多少 回來報仗吧 真的 真的 周竟 今天晚上我去接你啊 好 你不是還有事要跟我聊嗎 沒有啊 沒有 那剛才 剛才我只是找個藉口而已 目的是製造機會給周竟跟耀祖去約會 原來是這樣 我也太笨了 半年也沒看出來 你覺得他們兩個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倆挺登對的 我告訴你 我現在事業有這麼好的機會 我打算以事業為重 愛情為親 我不想要接受接受其他異性的騷擾 簡稱性騷擾 懂嗎 還有啊 你也太貪心了 愛情最怕碰到像你這樣的人 我告訴你 見一個愛一個的人啊 到最後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不信 你試試看啊 我知道了 我剛剛說的 你就當我胡說八道 別放在心上啊 這才對 來 趕快回去向斯丹表白吧 就什麼事都沒了 你跟他表態了 就是跟他表態了 才知道他專心事業 無心愛情 唉 這種話你都相信 你真不夠驚豔 我來當你的愛情顧問好了 女孩子啊總是口是心非的 其實是要你加把勁追她 斯丹其實我 你先聽我說 我知道你是信心不足 不過沒有關係 只要呢 多了解 多交往 多接近 自然信心就會越來越大了 斯丹你先聽我說 你先聽我說 我現在的意志力越來越弱 我需要睡覺了 斯丹 有事明天再說了 斯丹 什麼 小球 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我絕對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再說一遍 我呀 不願意跟你合作了 我想拿回之前的一百萬 我們在做的生意是上千萬美金的生意 不是去菜市場買買菜 更不是到酒家去玩家家樂 我知道 其實你們的生意是不合法的 我不願意冒這麼大的陷 好笑話 這是天君早就告訴你的 而且我們去看房子的時候 你也表示同意的 堂堂大明星 怎麼可以出爾反爾呢 這很簡單 因為 當時不了解情況 現在 我知道其中有很大的問題 總之 不合法的事情 我是絕對不要幹的 所以 希望你們把錢 退還給我 什麼你的錢 那一百萬美金 我們是從天君手上接過來的 定金合同也是同他簽的 說還就還 你別鬧了好不好 你這是什麼話 這錢明明擺的是我的 你們想吞掉它 休想 請你等等 小巧 請你把話說清楚 誰要吞掉你的錢 我不知道你跟余天君到底在搞什麼鬼 可是當初合作是余天君負責的 所以在法律上我只能面對他 不需要理會你 不過在道義上 我可以等余天君回來 大家當面講好 不過在他出面之前 錢是不會還給你的 好啊 那我們就等他回來 不過我要告訴你 這筆錢你不許動 一分一毫 再見 今天午餐吃日本料理好不好 好啊 我喜歡 我看余天君這個傢伙已經見底了 可能籌不到錢 不敢回大陸來了 一點也不奇怪 要是接著的兩百萬美金不及時到位 他的定金打算怎麼處理啊 你說呢 當然是把它沒收了 我們兩個想法怎麼會是一樣的 真的 居然是心意相通 那你知不知道我心裡想什麼 我知道 不過我要你說出來 看跟我的想法是不是一樣 好 我說 如果真的可以沒收那一百萬的話 我就把它送給你 真的 你對我太好了 你現在知道我對你是最好的了 幸好我把顾立民給甩了 否則就錯過像你這麼樣的好老公了 兩者 一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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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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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思丹吗 我是肖穷啊 我可以跟你见面吗 穷姐 找我这么急 有什么事吗 是啊 子丹 我的心里好害怕呀 为什么 今天早上 我在家附近跑步 突然有辆车冲出来 撞了我一下 要不是我闪得快的话 我已经撞死了 真的 嗯 你肯定那辆车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是不是突然间打滑或者失控呢 完全是蓄意的 不像是失控 你有没有看到司机长什么样子 没有啊 斯丹 今天这件事情是我联想到家里瓦斯漏气的事 你知道 我得出一个很恐怖的结果 什么结果 一切都是有人蓄意安排的 他想谋害我 你怀疑 于天君 嗯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别说是你的直觉了 连我都有同感 你也有这感觉啊 嗯 那我就更担心了 我该怎么办 我连家都不敢回了 嗯 那你要不要找关岛 看他有什么对策 不行 我不想麻烦他 特别是让他知道 我跟于天君之间 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 这一点我能够明白 斯丹 我现在好害怕 你能不能 陪我去我们家住 嗯 谢谢 我所有的睡房都查过了 厨房的我也查过了 这样子 我比较安心一点 别怕 别想那么多就没事了嘛 啊 对对对 哎 斯丹 你要是没有睡意的话 我们聊聊天好吧 好啊 不过穷姐好冷哦 要不要开一下空调啊 不不不 我 我还是有点怕 那算了 没关系 客厅是比较冷 要不上我睡房 那比较暖和 然后我们再喝点酒 也好 好 那我们走吧 嗯 走 来 好了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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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会 怎么 复 백신 把 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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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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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太多 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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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太多 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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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太多 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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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太多 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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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太多了